楊仁俊競技能於這聯安打一分的打點 這個球打得蠻強勁的 勒 丟起手 籃下來 起身 傳天蕾 厲害 厲害 哇 這球真的不行 我都講錯人了 因為這個球關鍵 他不是往平的彈 他是往高的彈 這個不是 海豚跳 這不是海豚跳 算超人的 就往上飛的 來看一下 他手套還不得不高舉 不高舉這個球還真的接不到 但所有的美技喔 一定都要有一雷手 完美的結局是不是 這個球籃得不錯 哇 也幫了江中成一個大忙 這個應該是 差不多從今年到現在 我覺得難度算是 蠻高的一顆球 關鍵就在於他最後其實 真的是有點彈高 彈高真的不太好接 另外這個佈陣喔 多少還是幫個一點點嗎 因為他原本的站位跟現在差不多就是 稍微靠二壘近一點 否則的話這個球 大概也不用鋪了啦 楊成俊都覺得 非常的懊惱 居然這樣的球會被攔住 重點是他能起身 傳往一雷一雷手還能夠幫忙 把球呢 穩穩的接近手套裡 再來看一下 確實是比較明顯的 濕頭了啦 哇 這個幾乎沒有什麼反應時間 沒錯 一雷手這一個 完漫都會接得相當不錯 高水準的一個攻防 難怪 楊成俊感到會這麼沮喪 這個遊戲真的是打得很好的 楊成俊在旁邊指揮 指揮 指揮 不然他就沒事了 只要指揮而已 他可能嘴巴都說 快點快點 衣衣衣衣 快點 接下來這一棒打成了一個飛球 左外野手的站位的附近 跟原本的站位還蠻接近 抓到了第二個出局去 我們撥通的那個球真的 有點誇張了 有點誇張 因為一般來講 你要撲的時候 其實你的視線不會往上拉 你會有一點往平行來看 當年的咖啡小林瑋兒 那個是平的 但他那個身體整個一直線 就已經覺得已經是人體的極限 他這個居然還有一點往上 手在往上 就是他有一點點跳脫 他原本其實要設定鋪的一個位置 也就是我們在昨天轉播裡講的 等於是你鋪出去你很難再應變 他居然手還可以再往上提 所以如果他是個車手的話 車手是什麼 開起來賽車手 車手很多種 詐騙輯都要用車手 沒有啦 我說的是賽車手 賽車手 這好像 剛剛忽然間那種 感覺像前車忽然間踩煞車 他忽然間 煞車踩出方向 一轉變換車道那種感覺 是 謝謝